引用一句名言 来墨尔本不喝咖啡等于白来 作为精神墨尔本人 每趟来墨尔本 非得喝个咖啡因超标才算满意 好孩子不要学 下飞机后 先到维妈附近来杯冰拿铁提提神 奇怪了 marketland不再是我记忆中风神的味道 这杯冰拿铁甚至有点焦苦味 是我口味掉了 还是它退步了 时隔三年来毛本 喝的第一杯咖啡 居然钱踩雷了 我不服 第二天继续冰拿铁 在Fizz Roy随便找了个街店小店坐下 味道居然还不错 在喝咖啡的时候 迎面走来两只小狗 深入贯彻早C1A 咱就借你先浅喝一杯 这家店的vibe我超喜欢 隔天早晨醒来 我先下楼就借买了杯Flat White 这家店叫Operator25 可能是家网红店吧 外带咖啡居然也要等15分钟 看在你好客的份上 我就耐着性子等一下 下午 朋友带我去了一家甜品店 据说在墨尔本的华人圈里 鼎鼎大名 我朋友圈里就有好多人 订过他们家的生日蛋糕 草莓海绵奶油蛋糕 不甜不腻 空口吃或者配咖啡都很好 嗯 好吃哦 很好吃 就是那种不甜的 然后 就很腻腻 隔天去的Brother Baba Buden 应该是这样说吧 我接下来就简称它叫BBB吧 BBB是7 Seas的姐妹店 躺在我收藏夹里三年了 是时候把它捞出来拔草的 室内设计很鬼马 屋顶吊着很多把木椅子 Flight White是墨尔本的中上水瓶 说不上经验 我坐在店里喝咖啡的时候 排队的人潮突然涌了进来 我准备撤了再打卡一架 顺路去了puzzle 没有点看起来很饱肚子的曲奇杯拿铁 而是点了杯手冲 手冲咖啡清淡却有甘甜的余韵 像极了人生啊 有人在阴谋 重点说说这家叫279 名字我老是记不住 是一家纯日式的咖啡店 提供早午餐 别人家的早午餐都是牛肉粿吐司 我说牛肉粿吐司是澳大利亚特产 没有人反对吧 他家的早午餐则是各色各样的饭团 甜品还有抹茶提拉米苏和抹茶冰淇淋 抹茶脑袋冲啦 叶人小姐姐是台湾人吧 说话轻声细语特别温柔 听到我们说普通话 全程用普通话服务 听起来好亲切 点了一杯B60做的手冲云南豆做开场 饭团下肚后 开始吃抹茶甜品咯 抹茶味好正哦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 你看 里面是 马斯卡棚 然后还有蛋糕体的部分 淡步到图书馆附近 想起了以前很喜欢的Dooks 于是 亲们买了一杯Flat White 举着手机进去 发现店里不让拍照了 嗯 下次一定 下次一定 这次的木尔本咖啡之行 看的还过瘾不 记得给猫饼一个赞再走哦 你记得了三季 追着风和你 看这庄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次的木尔本咖啡之行